大中華區的一個徵選活動 也就是說我們把港澳台還有大陸 一共劃分成為十個區 每一個區的話 我們找出一位合作夥伴 然後共同來推這個一計畫 那我們就是協助他們 在他當地能夠扮演像我們這樣的角色 那我們希望透過一計畫 能夠讓這些年輕優秀藝術家 可以有一個展露頭角的機會 所以我們透過首部曲 二部曲 三部曲 去做這個確認的動作 每一個地區大概選出二十位左右 然後呢十個區就一共有兩百位 兩百位我們再來安排評審 從這兩百位裡面選出二十位 那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這二十位一定是非常優秀 到時候呢他們的作品也會在 明年的台北國技術保安會裡面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就不是只有我們台灣的藝術家而已 其實一計畫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有打算未來的話 就是要加入其他的國家或者是地區 那因為呢我們楊理事長的這個邀請 讓我的想法做了一個調整 這個調整就是說 未來我們想要開發的地區 那可能不是透過網路而已 而是要找當地的夥伴 大家一起來做這個推動的工作 那未來我們會組成一個所謂的一計畫藝術聯盟 一計畫藝術聯盟的全世界 我們一計要找出大概有三十六個國家地區 所以未來這一計畫是要往國際去發展 我覺得就像前面說 一計畫他給年輕人是一個非常好的舞台 那我覺得一計畫這個活動就是讓我們年輕的藝術家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展現自己作品風格的一個舞台 基本上我覺得這一個計畫對我們就是 可能藝術學院的學生來講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讓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除了自己從事創作以外 還有更多跟市場或是跟社會接觸的那個可能性 我覺得一計畫是一個很棒的構想 因為它可以讓大家就是展現自己的作品 然後是以一個比較小的有點像小小的一本書的形式展現出來 那我參加一計畫之後可以透過這樣的計畫 然後參加這樣的展覽 然後讓我也持續就是變得可能跟畫廊結合 那我會更想持續的曝光跟表現自己的作品 那我也參與了就是李畫廊很多次的一博會 那我覺得能夠在李畫廊展出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的經驗跟一些體驗 我覺得參加一計畫這個活動就是讓我對藝術這條 真的是開啟了一個新的道路 我不會感覺到 school的屋鼓 這次abilones了 不用擔心 7cm closed часть 他們 都沒 après 剛 我們 我們 過